红中出口 今天早上还讲到 于兰没有讲到盆 于兰盆也跟穆建联有关 穆建联度母 所以在这个神通的根本的体质之中 他就有这个智慧的体质里面 入世间的体质里面 就是他的母体 直体之中 他就会最后会跺在职上 我们不是讲人形 是讲他根本体质中的母体 他就会跺在职上 就会坏了 跺在职上中就是什么 就是贪 明明是你心中所出的 却你心中所出的来障碍你心中所现的 所以如同你肚子饿时 你一手要取食 另外一只手就来胀 就是贪心就是如此 所以念念之言 他就是讲说喷火 就是你自己的 本来是大智神通的智慧的作用 光明 却躲在感受之中的 种种的火气之中 那种赤肾之中 那叫做坏 但你要怎么样度这个母 怎么样度木剑连 木剑连 大阿罗汉 他要度母 释迦摩里佛都告诉我 你大阿罗汉你都没有办法 你要什么 你要礼 结下安居 结下安居上次已经讲过 就是在五色线前处 你念念之间都能够还能够知道它的决体作用的 那叫结下 能够在这个上面 结下的人 在结下圆满时 表示他自信 智慧圆满时 在这一个时间上 在这一点上 离礼尽大众师父 大众表示什么 过去木剑连会被执杖 打得古烂肉鸣处 木剑连神通线前处 就是种种 众生念头线前处 就是重念线前处 那都是执杖 但是每一个重念线前处 当下哪一个不是众生归家时 懂得在每一个重念线前处归家 就叫做僧人 就是出家人 所以僧人的所有的当下 他都是在哪里 在每一个不同的心性中 当下了断的 所以有的人是在哪里 有的人是在见中修 有的人在色中修 就好像那言经中讲的二十五圣行 过去这些五音六入 对吧 十二处 这个五音六入 这些不都是过去众生流转处吗 今天哪一个不是你下手处 所以纷纷都是下手处 纷纷都是下手处 那个纷纷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众师 你要理尽每一个念头之中 那个大众的清静的进尺 你的神通要在每一个念头的进尺之中 你要理尽那个进尺 他才能够保障你的神通 不被执障 不被坏灭 而且保障你神通的母职 他能够涌脱恶鬼 所以鱼南盆的这个意思是在这里 它是木建年做当机 是在神通上做当机的 所以这个盆子也讲到一个名 气 名叫气 下面是分 分就是分分分明 分分分明就是大众师 大众的念头 下面那个气就是 在每一个气用当下 过去在每一个线前的气用 我们都是流转 感觉线前处都是种种 差别的气用线前 我们就流转 在眼叫见 在耳叫闻就流转 那其实都是气用 将来你就在不同的气用当下 直下担当 那就叫做大众师父 那每一个人索取 下手处不同 所以你看到五百罗汉 他每一个人下手说 正的地方不一样 那正的地方不一样 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都可以在每一个 起心动念 不同的这个 所有的一些信中 作用中下手 那都是正阿罗汉的地方 那都是正的你将来 根本心性中 本来大明的地方 所以你要理尽一切 重念线前处 那是重念线前处 你都要知道 它就是回光尽池的像 你就不会被执障所坏 你在母体之中 也不受如是 自己败坏的业 叫木建年度母 所以那个盆子 就是分分分明 所以叫分明 叫分气 所以那个盆子又叫什么 救济意 所以以前你要不懂的话 一个盆为什么叫救济意 为什么不说钢 钢比盆大 那字像中没那个意思 所以盆子 叫鱼兰盆 有两个气 一个是在气 当下多在优惠 执着种种优暗 所以叫盆悬 然后在优暗处 你还不能离开那个优暗 你还要分分担当 分分分明 分分担当 就是大众师父 结下安居 你在任何感受之中安居 看到心中根本的作用 信德 所以在那个点上 你来理尽它 才能够度根本 度母 才能真正度母 所以这个鱼兰盆中 还一定要在七月十五 佛置鱼兰盆 七月十五就解下 要印那个十 过那个十都不算 过去那个十是很重要的 皇帝祭天 或是办什么样的祭祀 超过那个十就叫做 过了 那个十中就是现在转 过十就不是 所以一定是在七月十五那天 才叫鱼兰盆 穆建年都要在那一天 释迦摩利佛没有告诉他 六月初一 你就可以鱼兰盆一下 对吧 八月初几在鱼兰盆 没有啊 七月十五才叫鱼兰盆 所以也叫佛欢喜日 也叫自自日 因为在那一天之中 你在心中那个五音赤圣 的那种夜感 你都能够圆满处 圆满处就是热感消歇时 热感消歇时 在世间就是秋天现前时 入秋啊 那也是热感出些 秋中的清凉现前处 就在二交过地 那一念心中 那个智慧心中 现前处啊 那个就是旧道玄的时候啊 旧度道玄的时候啊 就在那一点上啊 你念你之间都要去 在心中要掌养那一点 念念不能够暧昧那一点 你要不能够暧昧那一点 叫做什么 叫做佛欢喜 你念都在决心上看 叫佛欢喜 你念那都不会离开那一点 你才知道过去怎么流转的 你才知道 你的心性是怎么样 被过去的夜感带走的 这叫自制 自制叫举罪 举罪不见得一天到晚 举他人的罪叫举罪 你心中能不能真正知道 你心中的罪是怎么流转的 你只看到别人流转 没看到自己流转 没有意义啊 所以那叫举罪啊 所以这个举罪 佛一定欢喜 因为你知道怎么流转的 你知道怎么流转 就是什么成全你的决心嘛 所以叫佛欢喜 这两个自制举罪跟佛欢喜 才能够斗在一起啊 不然老是说 我在举别人的罪 佛还很欢喜哦 对吧 你一天到晚大家都在 斗在那边 你举我的罪 我举你的罪 佛还会关系吗 那佛应该很痛苦 对吧 要是哪个做师傅的 一看弟子一天到晚 说你错了 他错了 他还能笑得出来 老那头给他 老那做截篮 我就做截篮 我站在大殿旁边 我立正站好 绝无是处 所以那个自制举罪跟佛欢喜 你就要知道是在哪个心性上说的 心性都是如此 你要是不懂心性时 连木界连心性之中的神童都败坏 被你执杖打死 但哪一个我们不是念念之间都活在执杖外道处 你根本的念念之间背离心体 外道 你天天都在感受之中执受执杖 你坏的是什么 你心中根本的神通 殉疾的大名 你败坏是你入世间的智慧 所以你心中就能起惭愧 所以将来你就会在每一个起心动念里 每一个行为当下 吃饭酸甜苦辣当下 你还追着酸甜苦辣跑吗 执杖 你就要告诉自己 这老外道 我终于抓到你了 觉得酸的是谁 觉得甜的是谁 因为现在都已经明白道理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念念之间回光 绝体时 你就不会跺在世间其他的不懂道理时 在唤起的种种 这些感受 唤起的感受就会在这上面提成 哎呀我好像感受到其他什么不同的感觉 我以为成圣 我以为正得什么 你连以为正得什么都知道 觉得正得什么是谁 你说我正果都说 觉得这一句的是谁 你到心中都知道觉得这一句是谁 你怎么会住在我正果了 这个四个字上面 所以金刚经才说嘛 我都不做试念 我得阿罗汉 因为新兴大名中 本来就没有这一念 觉得念是还是绝 那还叫做阿罗汉 那叫出三界 你怎么还会住在念中 说我正果了 那就跺在念头中 你只要是正一念跺在念头中 那我就肯定你念念都在念头上 我是反过来说神通大光明章 所以要正常来看 神通大光明章 就是心性根本的担当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